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他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本来以为他可以见得到的 却没有见到这个习近平呢 然后这到底是不是跟他说什么 英国准备好支持台湾 不排除要军援这样的问题有关 当然是 就是卡在这一句讲错话了吗 我这表示他对外交不熟了 不然一般人不会这样讲话 暗田文雄怎么不讲这样 对不对 人家加拿大是太远了啦 加拿大 所以英国讲这话 我觉得他表示他对台海的敏感的问题 不知轻重 讲到军援 这个已经是澳洲的Morrison那一级了 Morrison还要派兵 对不对 结果现在澳洲也是卡在这里啊 因为中国一定会期待你 至少要修正Morrison的说法吧 结果澳洲没有讲 结果中国对贸易战不回应 没有回应啊 所以他们中澳30分钟到底谈出了什么 我觉得澳洲就是没有对Morrison的话做修正嘛 所以中国对你的期望落空啊 所以习近平对是不是要这个降低贸易制裁就没有回应啊 我觉得这个也蛮明显的啦 所以暗田文雄也是一样 我认为中国也会对他有一些期待啦 就是说我觉得大概就是几种议题啦 如果是东南亚国家就是台湾问题嘛 那另外一个就是南海行为准则是不是乐见 对 那如果是日本的话就是台湾问题嘛 那再加上你是不是欢迎我参加CPTPP啊 我觉得大概是这些啦 那CPTPP我认为他对韩国日本澳洲的表态 当然是欢迎的嘛 因为现在东南亚国家都表态了 对 你已经听到喔 印尼啦 还有这个我们讲那个新加坡啊 还有越南都表态了 那现在这个英国怎么办呢 就晾在一边了 我就卡住了啊 是 这也没什么啊 就等你回去跟你外交部长好好谈一谈啊 是你看喔 这个苏纳克 苏纳克呢 他当然呢 是把之前中国定义为威胁嘛 然后还说是跟盟友是高度一致的态度 不论是美国澳洲或是加拿大 但是现在呢 而且中印关系现在非常不好啦 因为特拉斯的关系啦 所以特拉斯是外交部长出身的嘛 对 所以苏纳克 我觉得他没有警觉到这个问题 但苏纳克有点可惜喔 因为其实之前他对中方的态度 相对是比较友好比特拉斯 那后来是因为要拼选战 结果后来就发现说 他怎么也跟着特拉斯一起在那里喊了 结果现在呢 他真的当了首相了以后 我想大陆也在观察他 他的态度有没有改变 就是实力不够啦 实力 所以还不敢随便 从原来的立场说回去啦 而且重点是他自己的位置 也不知道能做多久是不是 重点稳不稳不知道 你看肖茲也是做了一阵子 才决定要访中啊 就是他知道他的 我相信英国内部一定有很多是 支持特拉斯那种立场 是 所以你看像现在法新社也说 苏纳克要会晤习近平 英中近五年来首次的高峰会 然后呢 没有了 没了 就这么临时的就说没了 那临时取消总应该要有一个说法 总该有个原因吧 哦 问问看大陆方面怎么说 就大陆方面外交部的发言人 他怎么讲 没有消息提供 暂时没有消息提供 就简单带过了 眼都不相眼 随你们怎么写 随你们怎么说 反正我也没有消息 我无可奉告 然后呢 那人家英文就只好写no comments 那再来 那这边呢 卫报就说 英向苏纳克在G20会 习近平临时被取消 那英国首相府这边总该有个说法吧 说法是 原因是行程有冲突 但苏纳克还是很想跟习近平见面的啦 所以你相信是因为行程有冲突吗 是强碰了吗 所以就见不到面吗 人家站在那边 至少至少还可以被媒体拍到 加拿大的杜伍多还可以跟习近平在那边说 见个十分钟 讲一点话也好 然后加拿大的外交部长也对着记者说 他们讲了什么什么什么 结果呢 这个连十分钟都没有 这个G20本来就是一个全世界的最大的舞台嘛 各国领袖一下子来这么多 谁都想要在自己有戏份嘛 你看电影界就懂了什么第一男主角 第二女主角 第三什么 那现在很显然第一男主角是习近平嘛 你连编都靠不上 所以晚上不是从事天涯沦落人 三个四溢的在那里喝酒嘛 你也要找个记者拍一拍嘛 要不然很难交代嘛 苏拉克是他也没有信心的 因为他在他那个党里面地位还不是很稳 他敢的吗 不稳啦 突然一下子亲中吗 不敢 他回去我包你说他会讲 我在包美国人说话 大腿再包更紧一点嘛 师之商欲得赐 师之东欲收之商欲嘛 他一定会这样搞的嘛 要不然怎么回去交代呢 连个面都不跟你见了 而且前面还有约 临时取消 又不给一个像样的理由 太奢盘了吧 太没面子了 所以你看好了 我猜他回去会讲 你看我讲美国人所不敢讲的话 但是问题是难看 在国际场合上面突然什么 突然被取消 韩冰 那是不是跟他的位置有关 他位置坐不坐得稳 大家第一个要想想看 之前有谁 Let's trust 他如果把经济搞好 他会坐不稳吗 不会吧 应该可以坐得比较久吧 现在英国的经济有变好吗 没有啊 通膨的问题还是很高很严重啊 10月份的CPI的年增达11.1% 这是创下41年来的新高了 然后你看最低收入家庭面临的通膨率 11.9%最高收入家庭通膨率也有10%以上 什么油奶 起司 鸡蛋 这些你天天要吃的东西 它最贵 这个会让大家最有感 所以账到时候不是 Finalist Trust已经下去了 现在换的账要算到他头上了 所以他还能做多久呢 这个恐怕才是最大的问题 会不会也因为这样 所以中方对于英方 不会有太多的期待 或者有比较多的疑虑 所以见不见无所谓 苏纳克我觉得他被受限 会比特拉斯还要大 为什么 因为苏纳克本来 当时为什么会选特拉斯 不是选他 是因为他是有色人种 其实本来他们 不知道苏纳克不是很喜欢他 那后来是因为特拉斯实在太糟糕 所以把他换下 不得不选了他 不得不选了他 党内人那些白人 其实还是不喜欢他的 然后呢 现在经济情况那么糟 就变成说他是两面 他被好几面夹击 至于党内势力也不喜欢他 外面要面临群众的挑战 然后在野党又虎视眈眈 所以我个人认为他现在 你说他想要有什么 个人的大展权角色 我认为几乎不可能 他必须要先去面对 这个国内的经济问题 但是国内经济问题 偏偏又不是英国能够解决的 你还必须要靠世界各国 其他合作慢慢才能够缓解 所以我认为在明年第一季以前 他大概都不可能做出什么 太出格的东西 大概就是要慢慢去面对这些状况 那至于说对中国的东西 我个人认为 是因为他真的不熟悉外交 这种东西你可以同时表态说 你赞成美国的意见 可又没有那样得罪中国大陆 可是你讲的太过头太over 拜托想要你知道你英国不可能出兵的 可是你连出兵都讲出来了 这么夸张的东西 他军事援助的意思也是要学美国一样 就是卖武器 他没有说要出兵啊 基本上就是老实讲他可以 你不要说卖武器 英国也不会卖我们武器 我讲实在话 英国卖什么武器 台湾如果真的打起来 英国自己武器都不够用 他什么时候才能运武器过来 那怎么可能的事情 他只是随便讲讲 我跟讲大英帝国 本来历史上就是一个专门会 见风转斗见风擦身的国家 所以就是学的拜登喊就对了 海黄鲍鱼干贝EXO醬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GTI714 享有折扣哦